欢迎大家分享一个千层高的做法 这样做软糯弹牙,清甜可口 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 首先盆中倒入300克木熟淀粉 再倒入30克薏米淀粉,然后搅拌均匀 接下来在锅中放入400克清水,60克红糖 加热到红糖融化 然后倒入碗中放至不烫手时 再放入200克刚才搅拌均匀的木熟粉 搅拌到无粉状,红糖浆就做好了 接下来再把260克牛奶倒入锅中 再放入40克白砂糖 加热到白砂糖融化 然后倒出来 放凉到不烫手时,再倒入剩下的木熟粉 搅拌到无粉状,这样牛奶浆也就做好了 接下来起锅烧开水,盆底刷点油 先放入3汤勺红糖浆,盖上盖煮2分钟 2分钟后变透明状态时,再放入3勺牛奶浆 如此循环到最后粉浆用完 每次放浆下锅时,一定要先把粉浆搅拌几下哦 放完最后一层粉浆,盖上盖,蒸5分钟后,拿出来放凉 凉透了可以拿出来切了 用手四周按压一下,然后把它倒出来 先在刀上抹点油,好切一点 看一下层次分明,好Q弹 先把它分成长条 再切成小块 切好放入盘中 这样做软糯弹牙,还有淡淡的奶香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收藏哦 我是蓝子,喜欢今天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